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走过超市 无论买量由雜货、日常用品 到近年充满必备的口罩 包装上或者都会看到这个QMark标志 代表产品经香港优质标志局认证 产品生产和原材料符合规定 原来早在70年代 这个标志已经出现在货品上 那时刚刚香港的工业起飞 但其实香港工业的质量 大家都想做好些 但又没有一个认证的机构 什么叫做好些 标准是怎样 你不要忘记那时 没有TDO Trade Description Ordinance 那我们在它的包装上说的 究竟对不对 为了鼓励厂商改善产品的质素 香港工业总会核下的 香港优质标志局 在1978年设立了QMark认证制度 由审核师到工厂审核生产流程 确定符合标准之后 便会发出QMark认证 并且印在产品包装上 初初QMark认证很多是轻工业 例如食品业 食品吃到口 是代表这个品质是到的 他申请了我们的QMark 就是帮它一起提升它的标准 我们在世界各地 拿出不同的标准 我们在香港设计了它的标准 你将你的产品到别的国家去买 我拿了QMark 绝对是帮到它在外国去推销 这个标志是品质极加的保证 除了在包装 QMark标志亦都经常出现在电视广告 不少获得认证的产品 都会强调自己拥有QMark认证作为卖点 Q就是品质 那时香港四五十年前 以前香港人的英文一般不是那么好的 我们想想要叫Quality三个字音 不如叫一个音 叫Quality Mark就是QMark 所以我们就从QMark开始 那现在已经深入民心了 不过本港制造业经历转型 在本地厂房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少 QMark也都改变认证机制配合 这二十年 其实很多香港的厂家 都将自己的厂家移私去第二道 例如在国内 例如在东南亚 例如在东南亚 甚至在非洲 那我们亦都要相应这个改变 那我们亦都会扩大自己 不只是看到自己 我只是在香港 在香港生产性 我们要QMark 总之是一个香港的标准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QMark了 进入QMark认证计划 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信心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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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